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梁靖茹如今日出席公益活動 倡導保護兒童林暴力 而自從生下兒子Anderson後 我們竟如一開口 便是滿嘴的媽媽金 當了媽之後 就每一天都在想兒子的 就是教育或者是吃的 用的等等各個方面的安排 然後也會譬如說我出差 工作的時候在機場 或者在一些公眾場所見到 別的孩子的時候都會哭鬧或什麼 我都很想過去抱抱 就算不是自己的小孩 都很想去疼惜他們 然後愛他們 喔 真是母愛爆棚 那不曉得在家中 是你扮黑戀還是老公呢 我想說不同的階段可能要換一下 但現在這個階段是爸爸比較 算是嚴格 然後我是那個比較是 就是算柔的那個 對 所以爸爸是 爸爸有時候會比較嚴厲的說 NO 然後他就會怕 莫說靖如啊 兒子雖然要過 但歌迷也哭得新專輯很久了 不曉得何時才能看到 專輯目前沒有在準備 但是會有一些電視劇的 單曲的合作 對 接下來回歸一點時事題 昨晚巴黎發生恐怖攻擊 忍心惶惶 今天靖如也特地出面喊話 我也很愛巴黎也常去旅遊嘛之前 所以今天覺得很驚訝 那希望祖福大家平安 並且不妨礙 然後他會跟他一起關掉 так為甚麼 說明更多的